这里的市场让我感到吃惊,不是券商的上停潮,而是在政治数据用了两个交易日,就拉升了220多个点直接干回了2638的平台。 从市场的资金角度看,有这个能力,能拉出如此大阳线直接密封翻盘,干回2638平台,貌似只有一批大资金啊。 正经爸爸又回来了,不看情绪和满天的舆论,我们今天客观的分析一下,这两根大阳线之后,到底市场发生了什么? 以市场结构,50强势横盘,上证指数来回平台,小指数抄底反弹,市场结构决定了你选择怎样的交易方向,我们一个一个看,最强的指数不用说,一定是上证50指数。 我记得上周五联系阳广的时候主持人问我,说现在A股只有一个指数还没有新低了,下面是不是有很大概率新低啊? 我说是啊,然后就被打脸了,上证50告诉我们,新低,不存在的,各只是抖一抖而已。 50指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平台缺口对缺口,左边一个跳空向下,右边一个跳空向上缺口。 这种K线组合出来最差是一个震荡横盘,最强应该是一个加速的突破斗法,单轮缺口结构,确实存在加速突破的可能。 然后是跟风小地上证指数,2000的拉伸幅度非常的夸张,低点上来接近9%的涨幅。 快速吃掉后2638的低点破位后,直接回到平台了,这个指数是落后于上证50的可能突破结构。 最后是创业版本首的超跌小股指数,短线的幅度是强于上证和50的,但是就位置来说,是非常标准的下降期间内的超跌反弹。 所以从指数的结构角度来说,市场偏向一个大股的横盘结构,领先结构是一个横盘突破结构,比如中国平安,平安银行都是领先大股指数的。 二资金属性,这波起来的是啥资金,很大,先看两个关键数据,两次重交额4220亿,战重重交1973亿,传说中的大资金入场放量大涨盘面。 比如早盘那一波非常凶残的拉升,券商涨停潮,务实大股集体放量拉升,基本上有一货资金,是比较被市场认同的,就是证金可能又回来了。 而这一批入场的资金方向,体量从拉升的个股上也能看出,属于大家国,109个亿的中国平安,40个亿的中心证券。 省至于你放在此心股,开板接力,昨天30个亿涨停板的麦瑞医疗,今天竟然拉出来一个实际的缩量板。 总结一下特点,大资金大股大股投机,详细看一下麦瑞医疗这个短期结构,它告诉市场分歧,在30到40亿之后市场仍然有资金可以接力反高加速。 那么我们说,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大股投机率次,市场主要活跃的大资金主体更倾向于活跃单约30个亿区间的品种。 总结一下,1.2跟大阳线改变了市场结构,从破雷恐慌到回到平台横盘,我觉得场内最大的正经板场概率很大。 2. 短线资金冲击以大资金为主,两天很明显大股大市值弹性优于指数。 3. 交易方向,低方大股行情,在指数横盘期出现,后尝试关注小股结构和磁心股结构。 4. 还有没有风险? 4. 关注小股指数,我选择了两个超跌结构观察,5月22日,日开始下跌和7月26日开始下跌,大部分看仍然是一个标准的超跌结构,并没有开始进入平台结构,平均股价指数实际也弱于创业版指数。 所以一旦下面小股指数再次先低,再次重新谨慎,现在先维持一个一到两周的反弹周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